Hello 大家好 今期又是我Henry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他最新的疫情資訊 他現時已經取消了要做核酸的規定 我今天都特意想去做核酸 因為家裡有小朋友想做核酸 確保自己都沒問題的話 就不用擔心了 我去了鼎湖人民醫院做的 那裡就只有和馬或發燒的地方才去鼎湖人民醫院做 如果你要做一個綠馬 但自己又想做核酸的話 就去回鼎湖體育公園 那個位置的話 今天我去到也有很多人排隊做核酸 雖然他現在不是強制要你做核酸 但是也有很多人自發去做 他今天和之前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這麼急去拍片 share 給大家 因為他以前有一段時間要做 有一段時間就五元 如果說今天他做的話 他就是單管 就是每個人一條管 就不同以往的了 以往就十個人一條管 就混在一起的 那今天單人單管 但是收費又貴了十二個半一管 那他那裡都有喇叭說 就說如非必要請物做核酸 就很不同以前了 以前是希望大家每日都去做核酸 確保大家的安全 但是現在的政策變了 所以說如非必要請物做核酸 非必要情況主要做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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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要做核酸 這個其一 第二的話我們也要看回資訊 就是行程卡10月13日凌晨開始都會取消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內地的政策都是逐步放寬 可能大家有留意這個疫情資訊想回來的都有留意過 其實現在傳得很厲害的話就是1月9日 就是新年前就希望可以正式通關 我自己都很關心這一方面 又看到福田口岸開燈的一些資訊 我本人都是希望十分希望可以盡快開關的 今天分享的話就是它現在內地的一些疫情的政策 希望接下來可以盡快通關 大家都可以盡快回來內地玩或者聯絡我們 去看樓也好或者去玩也好 都歡迎業主回來盡快聯絡我們 兩邊通關經濟更加繁榮 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 想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按鈴鐺 再順手給個like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中央地產 中央地產立足香港服務大灣區 亦一直以來為我們大灣區的各位生務客戶 提供最極致的服務 令到每一位客戶可以融入灣區 進展灣區福利 中央的理念 都是提供這個極致服務 幫助廣告海外客戶 要為大灣區生活 足夠出門下樓可以找到中央 從買樓到賣手續收樓 鹽樓 裝修 各盤粗粗 我們是那條路的服務 感謝我們出門後的支持 我們中央會繼續秉承我們的極致服務 助大家的日子灣區生活政策 中央地產生意興奮 業績長紅 YEAH